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认为老部科技和对脑的认识的新闻 其实在上星期我们也有提到 Elon Musk旗下的公司Neuralink 得到美国FDA 食物及药品管理局批准 进行一种实验 将一个电子零件的界面 植入脑部 应该是今年可能稍后时间 可能9月可能会出现 但要注入一种东西 原来就不是第一个 其实是他拿到这种技术的许可 之前原来已经有其他的 这些植入晶片在脑部的技术出现了 亦都试过在医学上 已经是用在人身上 在这个星期就要跟大家说一件 刚刚出现的就是一位 画面上看到的这位美国女士 她是长年受到强迫症困扰的 她的困扰程度是如何呢? 她一天就列了表里面所有的工作 她不是做完一次就算了 当她做了一次之后 她就很强迫自己一定又要再做第二次 例如去检查又没有关窗 门又没有锁好 接着就是说制度又没有关掉 接着要用的时候 你开了制度又怕自己不记得 明明关了又要再重新全部去检查一次 到洗碗的时候就麻烦了 清洁的时候 一定是反反复复 去重复很多次 其中一个症状就是 对了 画面上的文字也有提到 就是说她不停地洗手 她洗到的地步 经常觉得孔孔孔孔不干净 不停地去洗 还要找东西去刷 最后是洗到流血 即是说她是强迫症的状态很严重 不是纯粹由药物就可以控制得到 在这个情况下 原来有医生已经和她处方了这个 就是在她的脑子里面 植入了一个的仪器 一个的晶片 令到她受到一个外来的讯号 去给下去的时候 就令到她的脑部那种强迫症的讯号 可以是压制下来 原来在她经历了已经是 大半年的疗情之后 她那种一起身 不停地花大半天 去重复去做一件事的强迫状态 就压制到30分钟 可能真的做完一次两次就算了 病情就得到缓解 在这里我想最特别的一件事 就是她原来是用一个这样的晶片 你也看到的就是 她的仪器大小 原来就是和她的头 去做比较厚 去看 你就看到 就是一块 可能是一条锁匙那么大的 一个这样的仪器 直入了下去 然后就是外家可以有一些 电磁波的信号干扰 就是影响到她的脑部的信号 那就是说句不好听 其实是一种脑控 她原本的脑不能自控 你就控制她的脑懂得自控 令到她回归一个正常的生活 那反过来说 是不是我也可以不去cancel 我甚至可以放大她的信号 令到病情那么严重呢 在电子的原理上 其实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这些这样的科技 很多时候大家直接想到 就是那个道德 会不会受到制约 以及万一出错了的时候 就是会不会出现一些 是不可逆转 不可弥补的一些损害 那我觉得这里 就是要留给大家 去做一个道德的判断 那可以这么说 现在就是说 以医学为名的 一些脑控的科技 就初步是出现了 现在就是说 她可以由外家的一个讯号 令到她可以消除了一些 不健康的症状 那会不会是可以一个 更加遥远的尺度 但是可能是做一些 不是她的自由 以至希望想要的效果 出来 那现在你会发现 这些迹象 就会慢慢出现了 但当然 希望这些东西 就完全继续 在医学的范畴上 受到约束 如果是混用得正确 也不是出了什么大的错误 那些强迫症 以及这里说的是 癫癌症 基本上就可以 不需要用到一些口服 和干扰到身体内分泌的药物 就可以直接从一个电子的层面 虽然要进行一个 比较有介入性的 一个脑部的手术 但以后就是 受到化学药物的影响 基本上就可以 减少到很低 那这个也可以 对于病人来说 都是有个造福的好处 另外一个 譬如FDA 这些机构比较担心 就是植入去的那些物质 会否也释放一些 我们不想要的化学物 而影响到脑部健康呢? FDA 最关注的事情 似乎经过一些观察 以及一些实验的结果去参考 就比较放心 对于某几项技术 它用的那种晶片 照计就不会释放一些有害的物质 对脑部构成长期的中毒 或者损害的话 就可以放行 让它继续进行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 当这些手术进行之后 由今年开始 你会发现 这种医学的脑控科技 正式走入我们人类的生活之中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 想和大家分享的事情 第二件事 亦是与脑部的科技发展有关 我们在其他的杂数里 也提过一种 一种叫做微型器官 透过干细胞培植 微型器官的一种技术 在我们不需要 用真人的脑来做实验的情况之下 可以自己培养一个小小的脑组织 来看看上面的一些发展和变化 这张图 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画面上 由我头壳顶上 由蓝蓝指指 很迷幻颜色的图 形状是比较浓浓的 其实是什么呢? 它是由一些干细胞 它加了一些适当的荷尔蒙 一些这样的化合物之后 它就会自动发展成 一些老神经细胞 而且也是对应我们大脑 那些神经细胞 这些大脑神经细胞 是会自己去尝试 发展成一个老部的结构 但是因为它没有 一个适当的循环系统 去供给养分 和带走它的新层代蔬物 它就发展到某一个大小 它就有限制了 但起码就是一个 由那个老神经 由干细胞的状态 变成一个老部初期的形态 我们就可以透过 这些叫Organoid 一些微型器官的研究 就获得了很多的资讯 那这个正正就有部分 重演了一个胚胎 它由受精卵慢慢 发展成为一个有胎儿的老部 那个前期的阶段 就很多可以由 这个Organoid的实验 来获得这个知识 但是你说基本上 我们有没有能力 可以就是说 帮一个 比如萎缩了的人脑 去填一块下去呢? 我们知道老部 不能说是移植的 其他器官可以有 心脏主要是肌肉的组织 以及加一些神经 我们把那些东西拼回来 照计 夹合血型 夹合基因 免疫系统不排斥 这样就可以用得着 肝脏也可以这样做 但是老部 它作为一个神经的中枢 它不是说 有一块物质摆下去 就有个功能 直接接埋 它是每个老部 有自己很独特的 那种千丝万纳的连结 就成为了 一个个人最特别的 一个老部的结构 这些老部的结构 是如何形成的呢? 除了由 这些Organoid的研究之外 有没有第二个进路 去帮我们去研究呢? 在这个星期 也有一个 我觉得非常令人吃惊的 一个结果 是怎样的呢? 就是画面上 看到这个 世界上第一个 3D打印的神经元组织 其实在模仿 我们老部里面 发展 在发生什么事 它就说 它的生长 和最后的功能 就是那个小绝 那个3D打印的 这些神经组织 出来的功能 有部份地 是能够似似的 就是我们正式的老部 那我们知道的 3D打印 打印旧肉 出来没问题 里面的肌肉 纤为似就可以了 是不是? 它是不是真的 这个细胞连续 这个细胞 有回整个肌肉的反应 我们不是太要求的 因为我们纯粹要求 煮熟了的肉 就是一些中环交错 已经没有生命力的 肌肉细胞 我们要是化学上的 成分是一样 和物理上 肉丝纤维 纤维的结构上 要是一样 就算数了 我们要不要 整个功能上 都像实际的肉 这样做 我们又不是要 做到这个层次 如果我们说 做这些3D打印 是为食物需要的话 但是现在我们 譬如说 有没有能力 去3D打印一个 用得到的身体部分 我们3D打印一些 硬的死物 硬斑斑的零件 我们做得到 化学结构一样 就可以了 但是3D打印一些 有功能的器官 其实就是 未来一个 可望不可继 我认为 暂时来说 还算是科幻的 一个层次 但是在这个实验 这班研究人员 他们将一些 有生命力的 老神经细胞 打印在一个范围里面 而以往 你将它打印了 一层一层一层 你要在一个固定的 枝架上生长 那些枝架 本身就是硬斑斑的 一些死物 所以 你要令到 那些细胞 一层和一层的细胞 能够可以 越过这些 生物上 不能降解的枝架 它互相产生 一个连结 是不容易的 大家也要知道 神经细胞生得很慢 很慢 不像其他细胞 很快便可以 形成结构 一个连结 神经细胞 是特别慢的 即是说 如果有人不幸地 割伤了 切断了神经 你要生得 整个神经的反应 是以月 以年来计 慢慢等它 重新发展上来 所以神经系统的创伤 你要等它 完全恢复 受伤前的状态 可生物降解的枝架之下 慢慢生出来 以往是很受制于 你的枝架 那个材料科技是怎样 但现在我们终于 能够发展到一些枝架 它是生物上可降解 从而令到神经细胞 很容易去越过 这些枝架的阻撓 去跟隔壁的神经元 去连结 在这里 我们可以 有了这个科技 透过打印了这些神经元细胞 去观察一下 这些神经元细胞 是怎样去连结成为一个网络 我们知道的 脑部结构最重要的价值 除了要有神经细胞 要有循环系统 其实更加大的价值是 整个连结的结构是怎样 因为譬如说 我一个读过很高深学问的脑 和一个没有读过高深学问的脑 成分是一样的 但是里面的连结是很不一样 里面的连结导引出来 那种神经元传递的模式 也很不一样 往往就是这些连结 就隐藏了我们本身的记忆 知识 智慧就在里面 它是存在整个网络结构 所以你研究脑部 尤其是一个真真正正有功能的脑部 你要令到它形成一种既定的神经元结构 才能够给到一个功能 给到一个反应给你 你只是放一堆神经元 它不会帮你去计算数 但是你可能一堆神经元 你经历过一些训练之后 它最后形成出来的结构 就可以帮你计算数 就是很粗略的逻辑 我们就会这样去理解 现在在这种因素研究里面 你会发现它提供了多一个进路 即是一方面 我们是要用活体 来看看真正一个人 或者一个动物的脑部 是如何操作 然后计算老神经讯号 计算老电波 计算MRI 给出来的讯号 另外一方面 我们实验室 去培植一些 这些微小的脑部器官 有些Organoid 这里也是透过干细胞科技 与我们另外一方面 给出来的研究 但是去到一些比较成熟的 神经细胞 我们培养到它出来 我们怎样看得到 它真的 很大尺度地 大规模地形成连结呢 现在似乎 这个3D打印技术 又给到一个新的途径 帮我们了解这个脑部 整个网络结构的演化 所以 希望我们获得到 更加多 这些研究脑部的方法 未来 令到我们去研究脑部 里面会有更加多的知识 会不会去到某一个地步 有一天 我们甚至乎能够刺激 去到一个地步 对于一个已经受了损 甚至乎已经退化了脑部 我们有能力去 再加多一点东西 让它能够补充退化受损的部分 从而令它们 恢复脑部的功能 我想这些研究 将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这一节 我们四节的科学新枝 讲完 我们下节 继续有科学回忆录